如何寻找适合自己的创业方向 如果你现在很想创业 却又对未来一片茫然 不知道如何开始自己的创业之旅 那么今天这段视频 我将分享我创业十年以来 所领悟的十四条心得 希望能够为你拨开迷雾 找准方向 并且稍走弯路 一 罗列自己的经验 技能跟资源 你在什么领域 有哪些经验 以及过人的技能 是否能拿到别人没有的资源 然后将罗列好的结果 匹配到相关的创业平台 低成本是错 创业者的第一桶金 一定不是道听途说 而是把自身优势发挥到极致 比如你会写文案 那么你可以将你的写作经验 通过公众号 头条等 自媒体平台分享出去 以此吸引潜在客户关注你 然后你可以通过淘宝 公众号等平台 出售你的课程跟服务进行变现 或者你能拿到 某些工厂的一手货源 那么你可以尝试 在抖音 淘宝 以及拼多多 这些平台做直播带货 先用一个账号 一部手机 通过小批量拿货 或一件待发的方式 小规模测试 千万不要一上来就租办公室 招员工 囤一堆货 这样风险太大 二 要善于研究广告 因为很多时候 广告就意味着商机 很多人 现在对广告都很严烦 然后习惯性的 把各种广告都屏蔽掉 甚至看到了也视而不见 却不知这样做 会导致你错失很多的机会 因为很多商机 都暗藏在广告之中 如果你发现某种广告 长期在投放 周期超过一年以上的 那么这个广告 它一定是盈利的 你可以从以下几点 对广告进行观察分析 一 投放渠道 二 广告及销售文案 三 产品及货源 四 盈利模式 五 成交话术 通过对这五个方面的分析 再结合自身优势 看是否能够为你创业的方向 做参考 三 总结复盘 每晚睡觉前 花20分钟进行总结和检查 今天时间都花在哪 花得值不值 这个办法提高了 我30%以上的效率加收入 总之不断减少 跟赚钱无关的事 这些都会影响你的专注力 比如关于生活上的尽量简单 有几件穿的衣服即可 最好一次把一年四季的衣服买齐了 比方那些牛逼的人 多数都是穿个单色的衣服 而且多年不变 直接买好一年要穿的衣服 这样每天的时间就能花在项目上 否则天气一旦变冷变热 要去买新衣服 太浪费时间了 以我为力 我记录了下 某宝买件衣服最快30分钟 更别说有些人没事就逛 几小时马上就过去了 四 不要去仇视富人 如果你仇视富人 也就无法通过他们的角度 去看待某些事 比如你老板做了件 和他自身利益相关的事 肯定有很多人骂他 但如果你是老板也会这样做 只因没得到任何利益 自然会去反驳 厌恶这种行为 我们只对富人如何赚钱感兴趣 如果你厌恶他们 就不可能跟他们有任何的沟通 以及交集 他自然不会跟你透露商业上的一些事 或者一接触他们的思维 马上就反驳了 那你怎么赚钱呢 真有这个时间 不如想想如何赚钱才最实际 不管怎样你也改变不了 但你可以研究别人 怎么成为富人 你再往那条对的大方向走 总之 提高你的收入才是王道 五 学会借鉴成功者的经验 很多厉害的大佬 把几十年的经历 写成本自传或者传记 花不到一百块买过来 可以套用到你的项目上 或者学习他做项目 研究他为啥这样说 做 学习吸收他的思维 做事的观点 吸收阅读释放价值 是件超值的投资 比如 我把牛逼同行的文章采集 在某宝打印成A4纸 每天看 当你看完了这些内容 这个同行的干货 你最少能吸收80% 6 远离负能量的人 一旦有人跟你说 有口饭吃就行了 别想着赚几百几千万 人嘛 别想着天天跟别人比 或者你混得比我好多了 当有人跟你说这种话的时候 一定要尽早远离他 躲得越远越好 通常赚不到钱的人才喜欢讲这些 或者说他喜欢用语言的艺术来迷惑你 人一旦有这种想法 是不可能赚到钱的 而且人永远是往高处走 本就是如此 要么就是他不行 以此安慰自己 7.创业的时候一定要大胆 只要不违法 就放心去干 有时候看一些赚钱相关的话题 某些打主讲了个正规项目 总有些不懂的人说 赚钱的项目都写在刑法上 以此来安慰自己 这里在引用天道中讲的一句话 规矩在建立的同时 也给那些破坏规矩的人 创造了巨大的利益 你细品 比如有些项目 说是这样说 但实际上没事 你多想罢了 小打小闹没人管 都是从不规范到慢慢规范 甚至说白了利益大于风险 你敢做 可以说钱就是送你的 大不了把赚到的还回去而已 但概率非常低 除非你运气特别差 这里不做任何指导 仅做揭晓 再次强调 违规和违法是两回事 8.任何时候做互联网都不玩 总有人说电商和互联网不能做了 你只需要知道 网民只会增加不会少 明白这个道理了 就别说什么迷茫了 继续优化你的文案 跟广告白一个字 干就完了 9.想创业成功 也就两三年时间罢了 有些人 总喜欢打游戏 和娱乐玩耍 不要试图改变他们 要学会习惯性支持 同时 我又看到同样条件的同龄人 一直在专注互联网营销 在互联网上做项目 搞某宝店铺 做流量 总之研究如何通过互联网赚钱 三四年后 同样年龄的两个人 有的人还在去各种应聘公司和网站 去投简历 或者 一直找不到满意的工作 而有的人 已经有了工作室 甚至团队化运营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活着 要么看着别人发财 要么自己亲自尝试 即使最终失败 至少没有遗憾 在想想你一五年在干什么 如今已经2021年了 五年里都在干什么 觉得时间快吗 十 赚钱就是释放价值 大家要有这样的思想 特别是在互联网上赚钱 就是在互联网上传播你的内容 后期随便搞个产品 服务 交流群 有人感兴趣 就会咨询你 你扔个支付宝过去 钱就赚到手了 赚钱其实就这么简单 十一 想创业 你的想法必须跟普通人不一样 甚至极端 比方普通人说 有吃有喝就不错了 不管他说啥 习惯性认可就好 但你不能这么想 要是这样想 你和后代只能被剥削 剥削可以是多种的 比如 无法给他们提供好的生活环境 越底层的生活 越容易让人没有激情和动力 具体不解释 往极端点说 赚不到钱 我们老了 以后可能都没后代了 为啥呀 因为养不起 不敢生 当然 如果你认为我说错了 OK 那你是对的 退一步讲 等你40岁以后 如果没擅长的本领 甚至很多地方都不收了 能干什么呢 只能随便找个工作糊口 浑浑饿度过一生 真正上层的人 肯定要用一些语言 来迷惑你 说啥 钱赚多赚少 都一样了 还不是照样一日三餐 赚不到钱 对孩子的影响更严重 绝非我胡说八道 小孩 只会复制大人 大人每天日赚4000 小孩天天看 也觉得日赚4000是小问题 大人日赚300 小孩天天看 学会日赚300 他们只会复制 人类本质就是复读机 复制的人牛逼 孩子就牛逼 换句话说 不要总想着 以后孩子长大 替你翻身 小概率事件 逼自己立起来 才是大概率事件 紫成副业的概率 保底在90%以上 12 男人必须赚钱牛逼 也是使命 不要怂就是干 干得越狠就越牛逼 13 真正的牛人 通常是偏激 带点犀利 一个人 没受过什么刺激 所有的改变 都只是暂时的 14 男人过了30岁 有两件事 尤为重要 第一 保养身体 第二 搞钱 上面说了这么多 最后总结一句话 那就是跟着 有结果的学习就对了